这个朋友他就问了,可以不请教一些方法,因为刚刚在开场白的这个时候呢,跟大家说了,哎呀,要用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别人的决定,但是如果那真的是少数必须要胡同多数,而且那个决定是你不认同的,要让自己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去面,可能真的是有点困难的,我觉得你第一件要相信的事情是相信你是重要的, 不要因为你是少数意见的人而觉得自己不重要,自己无论抱持什么态度,无论配不配合都不重要,因为这反正决定的人不是我,因为我是少数 不,现在如果你是多数的那一个部分,然后有少数的那一些人是不赞成你们的决定的,你觉得那个人会变得不重要吗? 那个人其实变得很关键,因为如果他抱持一个消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,甚至是搞破坏的话,你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成的,对吧? 在这整个关键里面,你即便看起来只是一个小螺丝,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螺丝,这整个机器是不能够运作,不能够跑的,所以你是重要的。 另外就是,你不但是重要的,你必须扮演着一个让大家安心,可以积极地去执行他们的决定,包括了你自己,因为你既然是少数服从多数,他们的决定就是你的决定了,那你必须用这个方式去推动这一件事情。 我常常说,即便我不赞同,我会很努力地配合,因为如果到最后这件事情,其实是如果想象中不适合的一个决定的话呢,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经历里面学会这件事。 如果到最后这件事情垮了,没有办法成功,而你一直都是扮演那一个开关引号破坏者的角色,泼冷水的角色,不配合的角色,那这一些人,这些大多数的人,不会知道他们不成功是因为这个方法错误,而是认为是你在搞破坏。 所以你为了要一定程度证明这一点的话,你必须更配合。 而另外一个角度去看,就是你也要相信有可能他们的方法比你的更适合,必须要看到自己也有做错,也有不足的时候,这一点你要承认,那就是为大局着想。 即便你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错误,这个错误,这个挫败,是大家必须共同经历的,才能够学会怎么样真正走向正规。